刀放下来 遇到持刀伤警案件 处理远警做好开枪准备 你不放我开枪喔 刀放下来 你已经砍伤我们同仁了 你不放我真的开枪喔 同事的左胸和肩膀有刀伤 远警叫支援忍住情绪不断苦劝 你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帮你 你刀先放下来 当时警方身旁还有女子的父亲在场 大家劝说放下刀 不过沙发上女子就是不肯配合 反而不断要求所有人别靠近 这起持刀伤警案两人送医 警消合力将女子送医 女子到院前没有呼吸心跳 重伤不治 而受伤的陈姓远警没有生命危险 留院观察 当初远警和女子碰面是在捷运双连站 女子似乎需要帮忙 也曾打110但没出声 女子当时候在捷运站内情绪非常激动 有吓到其他的乘客 也因此占务人员才会通知辖区 派出所远警到场帮忙处置 还原案件过程 两名园警货报很快就抵达捷运站 因为无法联系女子的亲友 所以才帮忙开警车护送回家 结果爆发流血冲突 根据了解死者是公家机关的约聘人员 有情绪方面困扰 曾想看医生 没和父母凶嫂同住 到底有没有对外求助 亲友也不清楚 TVH正胜为 陈冠宇涵上轮腿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